原标题 奇迹 003型航母 本来不能用电磁弹射 但中国做到了对于航母而言 使用弹射系统起飞战机 无疑是一件重要突破 而目前弹射系统可分两类 一类是蒸汽弹射 另一类是电磁弹射 电磁弹射相对蒸汽弹射 拥有巨大优势 电磁弹射可以提供更高的战机起飞效率 这对提高航母战斗力拥有巨大帮助 电磁弹射可以弹射更多种类的战机 更加灵活 电磁弹射的维护保养也更方便 但运行时的电力海量的需求 限制了电磁弹射的应用 就连美国也知道最新的福特级航空母舰 才开始使用电磁弹射 图为003型航空母舰 想象图电磁弹射的使用 意味着这艘新航母将拥有 弹射起飞固定翼预警机的能力 而预警机的加入 无疑提升了航母机群 发现和打击敌方目标的能力 电磁弹射极高的弹射效率 无疑也会加大减载舰15战斗机的作战半径 提高出勤效率 使其在更短时间内完成战斗准备 而且 电磁弹射的使用 也增加了一些大型飞机 未来上舰的可能 可以说 电磁弹射使得解放军航母 打击大队的舰载机 综合作战体系更加完善 作战能力更强 且发展潜力更广阔 003型航空母舰 是船各动力航空母舰 本不应使用电磁弹射 但是 依靠先进的舰船综合电力系统 成功解决了电磁弹射上场规动力航母的难骑 这一系统在全电推进系统的基础上 通过对电力的 精确奉配解决电磁弹射 对电力的需求 同时使得舰船其他部分仍能够正常运行 这套游系统已经超越美国 是目前世界最高水平 图为世之中的FC31战机 几具被成为新一代借载机的潜力 当然 评估一艘航母战斗力 不只是看其他方式就可以 003型航母现在已经开工19个月 预计2020年下水 预估满载排水量8万多 当这艘巨舰进入服役 完全可以和055大区一起组航母舰队 甚至有看到FC31战机作为舰载机的希望 如果一切顺利 届时我国家拥有 可以出美国外任何国家的强大航空母舰舰队 但我们不应就此骄傲自打 我们还应看到 因为核动力小型化技术尚不成熟 003型航空母舰还是使用的常规动力 我们与美国的差距还很巨大 我们还应更加努力 才能达到美国那样的水准 希望够合国的大洋游更强的航母来守护 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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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